巴仙城暴意外许多的伤患 还在跟病魔对抗当中 在万华板桥的慈祭志工 举办了祈福会 除了有近百名的美容师 响应捐款助人 还有一位过去受到爆炸灼伤的 慈祭志工现身说法 颜面受损 害怕跟群众结束 害怕出去 害怕有异样的眼光 林文富说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 四十年前由于化学药剂爆炸 全身85%着伤 他掀起头上一撮假发 说能勇敢走出伤痛 是因为做志工 他能复原 是他一定要在他的工作上 事业上 或是磨一磨 有成就来支撑 所以希望 如果你们有遇到这样的人 有工作机会 尽量给 尽量给 巴仙城暴意外 还有许多人在与病魔对抗 板桥区的慈祭志工 在社区提前举办吉祥月祈福会 也祝福商患 早日康复 在万华 美容公司利用 新进员工的新生训练 以及干部回公司 授课的时间 邀请志工办祈福会 公司总裁 希望大家共聚福源 这也是我们一直引领 这个员工 他们的心柔软下来 所以愿意来为他人设想 他们的痛 我们没有办法实质上的去帮助他们什么 但是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去集气 甚至说我们可以清点绵薄吃力 小映君很助人 现场进百位美容师 热心工艺 展现由内而外的美 大家新闻知识美志工 综合报导